欧洲领导人们避免了一个国家从欧元体系退出 并可能从欧盟退出这一空前重大的事件发生 专家说 假如这样的情况发生 将会有更深远的攻击 这将意味着欧盟不单单不是最佳的货币联盟 这是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强调过的 而且它也是一个严重功能失调的政治项目 协定将会给希腊带来更多的苦日子 不过专家说 退出欧元区对希腊和欧洲来说更糟糕 如果希腊陷入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 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是一大灾难 如果希腊退出 这场灾难性的大戏真的上演了 希腊内部将会发生什么 其地缘政治方向又将如何 希腊新总理已经迈出了与俄罗斯寻求和解的步子 据报道 俄罗斯总统试图说服希腊总理 俄罗斯总统试图说服希腊总理否决欧盟延长因干涉乌克兰而对俄的制裁 希腊新任国防部长甚至和来自伊朗和朝鲜的同行一道 在莫斯科参加了一次会议 它将绝对导致欧洲敲响警钟 但我认为就目前而言 这些动作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而不是某种战略伙伴关系 但正如萨拉·莱恩这样的分析师通过skype向记者分析的 同欧盟达成协议虽然对希腊来说并不轻松 但长远来说可能有积极作用 而俄罗斯还在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焦头烂额 希腊不可能依靠俄罗斯的帮助 分析人士还说如果希腊人为了未来向东方而不是西方的话 还会有更多的动荡发生 俄罗斯也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伙伴 可它的模式不是希腊应该效仿的 专家们说更为广泛的担忧 致使美英等非欧元区西方大国 推动希腊跟欧盟达成解决方案 并避免一场财务纠纷 可能导致地缘政治转变 美国之音裴新伦敦报道由伊林播报